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香港早期惊悚片《雪玫瑰》 说的是女主小杨被侮辱后复仇的故事 好了,一起来看电影 故事一开始,五位反派大漠王来到夜飘香夜总会 公关主任阿杨看到他们却明显愣了一下 因为他们正是阿杨小时候的杀父仇人 阿杨有心报仇,却心有余而立不足,只能让路 谁知五人一进来就霸占了别人的作品,根本不讲理 服务员小姐姐上前劝走,结果反倒被他们占了便宜 这时候阿杨就不得不出面,让他们让位置 但五个大魔王横行多年根本不停 不仅如此,还对阿杨恶语相向,动手动脚 阿杨实在没忍住,一巴掌打了出去 此时警卫及时走了过来 五位大魔王也不敢过分闹事,直接离开了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可能,那可是大魔王哦 晚上,下班的阿杨遭到了五位大魔王的围攻 五位大魔王直接把阿杨掳到了坟场 之后就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五人离去后,伤痛欲绝的阿杨在地上发现一个打火机 上面竟记载着一个地址 阿杨紧紧的抓住打火机,内心狂喊我要复仇 一段时间后,阿杨在上班的时候却突然感觉强烈腹痛 来到一个小诊所检查发现,他竟然染病了 很严重,医生的话让他感觉仿佛晴天霹雳 他知道自己可能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复仇 在姐姐的帮助下,阿杨决定去香港,找姐姐的前男友英叔帮忙 同时,火机上的地址正是香港 一番准备之后,阿杨就这样独自上路了 然而意外却频频发生 在去香港的轮船上,阿杨不小心与两个刚刚赢钱的赌徒撞到一起 你说巧不巧,赌徒的钱全部掉到了海里 还都是硬币,尴尬不? 没办法,阿杨只能把自己所有的钱用来赔偿 幸运的是,阿杨遇到一位好心的记者,小豪 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来到了香港 可是当阿杨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火机上的地址时 那里已经是出售状态 无处可去的阿杨又一次遇到了记者小豪 小豪对阿杨很有好感 不仅管吃管住,还对他特别照顾 这一天,阿杨在找工作的时候 偶遇了五大魔王之一的丧彪 一路追踪来到了夜总会 找准机会,直接把人家给打了一顿 难道复仇会如此顺利?不可能 然而阿杨打完之后才发现 既然打错了人,这个人根本不是丧彪 人家肯定不愿意啊,就想打回来 关键时刻,阿杨的前姐夫,英叔出现了 英叔早年也是一个大魔王 但后来腿让人家给诊断了 现在只能开夜总会卫生 看在英叔的面子上,人家总算放过了阿杨 阿杨向英叔说起了自己的惨痛经历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英叔却劝他放弃复仇 因为英叔不想让阿杨变得像他一样 变成残废,甚至丢掉性命 得知阿杨无处落脚,英叔收留了阿杨 让阿杨和自己的助手大红红住在一起 很快,大红红就发现了阿杨得病的事 但是大红红什么都没有说 另一边,得知阿杨在夜总会工作 小豪就特别担心 他打算让阿杨到报社上班 但却被阿杨拒绝了 随后,几名小婚婚对阿杨动手动脚 小豪上前阻止,却被打倒在地 甚至连助手大红红也遭了殃 英叔实在是无可认决定出手 虽然英叔双腿残废 但战斗力依然强悍,三下五除二 就把几个小婚婚打得跪地求饶 这一天,五个大魔王又出来活动了 他们抢劫了一辆运钞车 晚上,五人组的大傻外出买东西 刚好被阿杨撞个正着 阿杨内心狂喜,哼哼,终于可以复仇了 他利用助手大红红把大傻引到了夜总会 并且欣喜的发现,大傻竟然没有认出他 太好了,那我就主动引你去吃宵夜吧 这一夜注定不同寻常 五大魔王之一的大傻被扎了好几个窟窿,另了喝饭 因为大傻之前和其他魔王有过联系 大傻死之后,阿杨通过他的手机 顺利联系到了另一个大魔王,山基 他谎称自己是保险公司的 大傻的去世,留下了一笔高额保险金 希望山基能赶快前来领取 几个大魔王虽然表面称兄道弟 但骨子里还是不信任的 山基没有告诉任何人,准备私吞保险金 兄弟,你们不是刚抢了运钞车吗 这点小钱还看在眼里 另一边,对阿杨有好感的小豪 看到了大魔王大傻定盒饭的新闻 他很担心阿杨,劝他不要再到夜论会上班 阿杨却只想复仇,根本不停 这天,阿杨把大魔王山基约了出来 和大傻一样,山基也没有认出阿杨 趁山基签字的时候 阿杨拿出准备好的硫酸直接泼了上去 还趁机用剪刀戳了好几下 但山基战斗力实在强悍 阿杨差点被反杀,还好跑得快 英叔看出阿杨在偷偷复仇,劝他放弃 都会有好运气,万一回不来就得另一盒饭 英叔劝阿杨回澳门,好好照顾他姐姐 阿杨根本不停,他就是想复仇 这天,阿杨买回好几根钢管并做成了武器 不久,又一次顺利干掉一名大魔王 可是就在逃跑的时候,却和比利大魔王碰个正着 等比利反应过来前去追杀的时候 阿杨早已消失不见 但是很遗憾,复仇的道路注定不会如此平坦 由于那名大魔王死的时候拍下了阿杨的样子 至此,阿杨算是完全暴露 仅剩的三名大魔王连夜赶回澳门 抓住了阿杨的姐姐,逼他说出阿杨的下落 但好在阿杨姐姐也比较机智 脑袋挂一转,差点把删机反杀 但终究不是对手 走投无路之下,阿杨姐姐选择了跳楼,自我了断 很快,阿杨得知了姐姐去世的消息 他知道,大魔王已经找上门了 但此时,得知真相的小豪却依然在劝他 放弃复仇,和他远走告飞,不然大家都得另一盒饭 阿杨很感动,但是自己心有暗急 姐姐也死了,他必须报仇 英叔得知阿杨姐姐去世的消息 悲痛万分 他知道大魔王肯定会找上门来 英叔决定苦练记忆,和大魔王决一死战 从这日后,英叔苦练轮椅飘移 达到了轮随新发的地步 他不但能单轮保持平衡 还能在绝境时刹车,简直是绝了 这天晚上,大魔王山姬盯上了阿盈 阿盈腹痛发作 助手大红红发现后,赶快去下楼帮他买药 结果第一个被山姬解决,领了盒饭 阿盈听到求救声,赶紧下楼查看 与山姬展开了一场追逐战 怒气爆发之下,战斗力下沉 山姬不敌,被打倒在地 关键时刻,记者小豪赶到现场 你说他不帮助阿盈也就算了 还让阿盈不要杀人 这个猪队友 山姬临死反扑,一般操作带走了小豪 阿盈是悲痛莫名啊 但已于事无补 看到这里不得不说,已经很惨了 但还不够,最终一战注定还要有人力而返 英书决定和最后的两个大魔王同归于尽 在夜总会里,英书和阿盈布置了各种机关 竟等两个大魔王上门 最终一战来临 利用之前布下的陷阱 两个大魔王被打得措手不及 但丧彪大魔王战斗力太强 差点将阿盈反杀 英书及时就长 但比利大魔王也因此挣脱 两个大魔王开始反击 阿盈伸手着实不咋定 眼看就要领盒饭 英书再一次出手 带走了大魔王丧彪 但英书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两人同归于尽 看到自己最后一个亲人也领了盒饭 阿盈再次爆发了 顺利带走了比利大魔王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了这个电影 我只有一个疑问 为啥最后一战 非要用冷兵器呢 就不能买着墙了